恭喜中国女排 恭喜张长宁 朱婷万里报喜 蔡斌赖亚文对先诺言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对于咱们中国女排也是传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喜讯 那么每当聊起中国女排 其实呢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中国三大球唯一的一支世界冠军奥运冠军的队伍 这支球队其实在巴黎周期它所承担着特别大的重担 因为眼下中国的三大球确实整体的发展确实相对来说比较之后 那么在此前体育总局的局长高志丹就已经喊出了要振兴中国三大球的这样一个口号和目标 那么所以说接下来更多的重担就落到了中国女排身上 在巴黎奥运会上我们必须要有所作为 要冲击奖牌甚至是金牌 因为眼下无论是男子三大球还是说女子的女足和女男都不具备冲击金牌的实力 而只有中国女排 我们作为一支冠军之师 我们虽然说在过去一个奥运周期经历了一个低谷 但是眼下我们却具备了在新的周期重新去触敌反弹 争夺奥运金牌的可能性 对吧 而女足呢 包括女篮在内 这两支队伍虽然说也都是我们中国三大球的骄傲 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上的突破 那么女篮虽然说具备了冲击奖牌的实力 但她不具备冲击金牌的实力 而女足呢 她能够在奥运会上 能完成小组出现 就已经是破天荒的一个好成绩了 所以说眼下来看 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中国女排身上 如果中国女排能够在巴黎奥运会上拿下金牌 那中国三大球我们的振兴 就不单纯的是一句口号了 我们就真的能够开一个好头 就能够减轻了所有人的压力 让大家看到三大球的希望 但是如果说中国女排 我们在巴黎奥运会上再度的没有任何的作为 那么其他的各个队伍也都很难有特别大的突破 那么中国三大球又将会跌落到一个更低的低谷 所以说这是广大球迷无法接受的 眼下来看 蔡斌和中国女排身上的压力是很大 虽然说蔡斌在上任之后 她在去年代队所参加的两项国际比赛成绩平平 但是她也通过这种漫长的集训 内部不断的优化 在细化提升中国女排的各项 细节技术能力 让球队的短板得到不断的补强 而且去年我们在参加比赛的时候 其实球队我们的整个主力阵容是不完整的 对吧 我们缺少了几位主力 所以说我们没有取得好成绩 情有可原 接下来我们的几位核心球员 如果陆续回归的话 或许中国女排我们就有望 能够一步一步的重返世界之巅 那么在此之前 大家可能最期谈判的是吧 朱婷 张长宁 姚迪这几位队员 那么首先来说的话 张长宁在近期 她的老公吴冠西 也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已经明确表态 张长宁正在备孕 对吧 接下来就是在家相夫教子生孩子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这样的消息传出来之后 也就意味着张长宁已经提前的宣布退役 她将不会重返女排赛场了 那么在这样的消息传来之后 其实对于张长宁个人而言 她提前选择退役 尤其是在中国女排最困难的时候 主攻线最确认的时候 她的退役 其实会给她未来带来很大的 舆论上的压力和争议 对吧 大家可能会指责张长宁 这对于张长宁来说 确实是背负了非常大的一个心理包袱和负担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中国女排最重要的就是 找到一个能够去取代张长宁 去联手李盈盈 分担盈盈盈 压力的这样一个球员 谁呢 毫无疑问就是朱婷 朱婷 她究竟是否会选择重返中国女排 这一点 此前大家可能感觉扑朔迷离 在近期 我们终于得到了一个突破性的好消息 在万里之外的意大利 朱婷传来了一个重大的利好 中国国家队的官方账号 也是发布了中国女排的一个官方的人物 而这个人物的标杆 就选定了朱婷 朱婷身穿中国女排的战袍 出现在了中国国家队 官方账号的社交平台上 这也意味着朱婷重返中国女排 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 当朱婷回归 解决了主公线上的压力之后 那么 我们也要恭喜张昌宁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朱婷回来之后 大家就忘记了张昌宁了 大家不用再去 指责张昌宁说 为什么她不回归 这对于张昌宁来说 也是一种解脱 也是一个好消息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更是一个喜讯 我们也相信并且期待着 而蔡婷 赖亚文也算是兑现了 他们的诺言 能够让朱婷 终于回到了中国女排的怀抱 因为此前 蔡婷接受采访就说过 说朱婷 她是希望通过 本三级的易甲连 再把状态调整到最佳之后 再回到中国女排 如今来看 这样一个事实 已经得到了兑现 那么 在朱婷回归的情况下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 在她和李莹莹的 共同联手之下 可以帮助我们中国女排 去重返世界之间 我们也拭目以待 我们也拭目以待